DX Terjeeling 因為收到一張照片 那張照片在哪裡呢? 就是上面的照片 我決定要去吃這個越南的餐 其實最吸引我的就是有一輛骨 這輛骨就插在火車頭上 所以就特意來試一試 看看我已經到了 今次來到這間的越南餐館 都很舒服 大家可以看到 店內設計得十分公立 而且因為我朋友圖的原因 看到火車頭上有一輛骨 以往我們吃的時候 都知道在這裡吃到一個大碗給你 很少會有一輛骨插在這裡 謝謝 其實我們拿到我今天想叫的這個 其實在這裡來說很少油 因為你要去到東南亞旅遊 才會看到開一個椰子給你 但是今天的這間餐廳 真的可以體驗到 而且呢 他們有一個Smoothie 這個Smoothie 它跟這個椰子的椰子 是直接打的 所以它跟外面的所謂椰汁Smoothie 是很大不同 因為它真的扔椰青 很棒 謝謝 其實大家可以看到 我已經點了和我朋友同樣的東西 很漂亮 它有很大碗的椰子 插在火車頭上面 其實在紐約真的很少見 在這裡吃法 火車頭就是一個牛肉的麵 但是這個 哇 很誇張 它真的很誇張 它好像我的頭那麼大 誇張 我要幫你擦一下 我相信大家的臉都已經黏著醬汁 OK 可以了 很誇張 我第一次這樣吃火車頭 其實呢 這個是什麼吃法 你看我吃得這麼辛苦 它就提供了 真的很感謝它 但是我覺得這樣吃是更好吃的 近幾年東村都很多的食店 所以其實有新的越南菜進駐 我覺得是一個好事 但是這個吃法呢 真的太新鮮 而且 它的湯底呢 就是它的味道 跟我以往吃開的 那麼多越南餐館 和火車頭 並不一樣 它好像就 就是清一點 這個 第二支 飽飽了 我已經半飽了 吃完它第一支的肉 好厲害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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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有很多人問我 你吃東西的時候呢 拍Vlog 會不會很古怪 會不會很尷尬 其實第一第二支都很尷尬 在這裏拍Vlog 走過的人都會看著我 然後我就在自己和自然自然自語 那些人都會覺得 哇這傢伙是有點疲倦的 那其實 我第一次是吃不完一個火車頭 因為 當我吃完它兩支骨頭的時候 已經會很飽了 所以其實人家說 吃完藍菜 怎麼可能少得春卷呢 但是來到這裏 沒有辦法再叫春卷 除非你和朋友一起來 但是這兩條骨頭 已經可以令到尾 飽了三分二 但是我覺得 如果是和情侶來 那就可以 多大一份就加這個骨頭 那第二份呢 不加 那就是一人一條 就剛剛好 那我要拿到的菜牌呢 那我經常覺得這間餐廳 要做得很不好 菜牌是很重要的 而這份的菜牌呢 我覺得很有藍色 為什麼呢 它真的好像一個文員 你去買車的經紀 你會看到 報價單 那其實你是一個點菜 你看上去就好像 你經濟業務 你的保險公司的經紀 就是會這樣拿出來 這個 和你對 其實它是什麼菜 你會 吃完了這間這麼特別的火遮頭 其實在紐約吃火遮頭 其實在紐約吃火遮頭 都不是這麼 可以遇到這麼特別的 那這次呢 是直接有兩支的 這個rap 就插了在碗面上 我應該怎麼下這個標題呢 要想一想 量量量量量量量 這個標題 那今天的這間 越南餐館 大家想知道地址在哪裡 早上 都會在視頻下面 滾過去 其實下個星期 一樣會有東西吃 但是下個星期會比較特別 因為 下個星期 將會去BC 下個星期見 訂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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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訂閱